诸位同学,请看本经最后的这一段 在这个本字第六十八页,倒数第三号 诸此大事,乃是祝福菩萨大人之所觉悟 这一句话非常重要 上面是尊所说的这八项事情 使舍法三世一切祝福如来 法身菩萨们,他们所觉悟的 我们虽然是凡夫有缘 接触到了,听到了,看到了 应当向佛菩萨学习 也要有这样的觉悟 我们想一想前面佛给我们讲的这八项事情 第一条是为我们说明宇宙人生的真相 肯定凡夫心事卧远 行为最俗 换一句话说 就像《忏悟记》里面所讲的 六道凡夫 往昔所造作物业 古大德说 如果这个罪业要是有形象的话 形象再小,像微臣一样 过去身身事实所造的罪业 净虚空都容纳不下 这个话是真的 决定不为过 罪从哪里生的呢 从心身身 这个心就是讲的妄想 念头 从这里生的 我们这个身体 是造作罪业的工具 行为最俗 我们一定要了解 这就是六道轮回 生死不断的 第一个因素 忘念 从哪里生的呢 从欲望里面生的 从多求里面生的 所以第二条跟第三条 佛教给我们 少欲无为 身一心自在 这个就是过 祝福菩萨的生活 多求 确确实实 是振掌罪业 所以佛教我们 要知足 要安平 要落到 要懂得了 求智慧 说到这个地方 是我想到 我从前 亲近李老师 李老师一生 过最低水平的生活 他的学生 几十万人 学生有没有照顾他呢 学生照顾的非常周到 但是他并不接受 依旧过他清苦的生活 这个里面有很深的道理 他做榜样 做师范 给后学的人看 我看出他的门道 所以我向他学习 我学了八个月 我才向他报告 先从生活上下手 一天吃一餐 他问我 他说你八个月了 你感觉的身体 跟从前有没有什么差别 我觉得没有差别 很正常 他把桌子一半 永远这样下去 一生不求人 人道无求品质高 真正生活的营养是什么呢 个人不一样 营养 是能量的补充 每个人身体不相同 就像现在你们看到路上的汽车 有省油的 有耗油的 不相同 耗油的 你补充的能量少了 他就开不动了 省油的 一点点 一点点能量 他就能用很久 我们要懂这个道理 能量的消耗 95%以上 消耗在妄想上 所以妄念多的人 欲望多的人 贪求多的人 他必须要大能量去补充他 那个心地亲近 没有欲望 没有所求 心是亲近的 他消耗的能量很少 所以 一点点的饮食 他就能维系了 就很正常了 他活得很幸福 很快乐 这是一般人不能理解的 劳心劳力 消耗能量非常有限 那个妄想可不得了了 从早到晚 昼夜不间断 尤其是自私自利 这个损人力极 这种念头 消耗的能量最大 所以懂得这个道理 佛在经上教导我们 知足按平落到 你才真正能体会的 你才真正能向往 真正想学着去做 对自己带来大利益了 经上第四条 教导我们 懈怠坠落 这是一句非常严重的警告 佛劝导我们 要精进 要断烦恼 要复魔障 复魔障 就是决定不受 外面五欲六成的诱惑 劝导我们 要光学多文 要成就 智慧变才 要发心 教化众生 行菩萨道 第六条里面 教导我们 贫苦多运 我们肯定 佛 说这一句话的意思 责重在 能力 道德 界定智慧 贫苦 并不值物质上的受用 而是 着重在 精神上的觉悟 不觉悟 是真正的贫苦 所以 佛陀 为我们所实现的 我们能够 体会得到 释迦牟尼佛 当年在世 三一一波 树下一宵 日中一时 他过的生活 物质生活 比 孔老夫子的学生 一回 那还要平复 延回 贫苦 还有一间 茅草屋 释迦牟尼佛 连个茅棚都没有 树下一宵 那么 由此可知 佛所讲的 贫苦多运 不是指物质生活 而是指精神生活 而是指精神生活 物质生活 再苦 精神生活 乐 物质 也就不会 不以为苦 世间人以为苦 那是 世间人自己的标准 它不是 觉悟人的标准 觉悟人的标准 跟我们的标准 不一样 觉悟人的标准 是 少欲 无为 身心自在 这里头有真落 他看到我们世间人 有房屋 有田哲 有妻子 儿女 他认为这叫 家累 这累赘 这个苦 而我们世间人 在苦里面 不知道 这个是苦 我昨天从外面看到 有一张形式图 那个形式图 是非常有意味的 这个这幅画了 是在台南 开元寺课堂里面 我早年到那边去参观 在这个课堂里面 看到这一张画 我用相机把它照下来 这个是照下来的照片 放大了 隐隐 原本的这一张画 在这个开元寺 那么说这一桩事情 大概也有三十多年了 三十多年 我照的这张照片 很值得人 去体会 去觉悟 佛菩萨眼睛里 看这个情形 这是苦 这不是落 所以佛教人 至于出家了 不然是落 是落是苦之根源 世间哪有落 佛讲了 落是坏苦 因为它不能永恒的存在 到落 产生变化的时候 你的苦就来了 所以佛 讲这个世间苦 有苦苦 有坏苦 有辛苦 三界通苦 哪有落 苦为什么会有苦呢 你贫乏 你贫于道德 贫于界定 贫于智慧 所以你才会有苦 佛教导我们 当心不识 财不识 财而用 不缺乏 所以释迦牟尼佛 给我们实现 他一无所有 他每天 一时所需 不缺乏了 为什么不缺乏呢 他天天在修 财不识 法不识 无为不识 那释迦牟尼佛一分钱都没有 修什么财不识 修内财不识 内财是这个身体 这个身体 为一切众生做好样子 这是不识 口 为一切众生说法 这是不识 念 念念当中 想帮助众生 破弥开物理苦得乐 他生于义 三业都在不识 内财不识 俗德的功德 这不是修复德 超过外财的不识 所以 他每一天在做的 就是财不识 法不识 无为不识 注意仔细去观察 仔细去思维 释迦牟尼佛每一天 是不是都干的这些事情 财法无为 三种不识 所以他的果报 采用不缺乏 智慧天天增长 健康长寿 他的长寿是无量手 确确实实 自在快乐 九法界众生 不能跟佛相别 这是我们应当要学习的 这是他教我们不识 他带头做 不识呢 要等念缘亲 要不念旧我 不增我人 你的不识 才能做到圆满 在第七条 佛教我们 不染失落 这个世间一切 明文立扬 五欲六成的享受 决定不能够 坦然 在大乘法里面 菩萨世信 为了要借淫众生 在形象上 与众生 活光同尘 那就讲到四色法了 心地染不染灼呢 决定不染灼 如果心地染灼 是反腐 不但度不了众生 肯定被众生度跑掉了 这个现象 自古以来 太多太多了 我们出修佛的时候 老师一再警告 你们到外面 讲经说法 去度众生 要小心 被众生度跑掉了 我出家的时候 给我剃度的那个师父 年龄呢 给我差不多大 到第二年呢 他就还俗了 被他再加一个女徒弟 度走了 这个现象多了 太多太多了 所以 这个事情很不容易 你自己没有定力 没有智慧 非常容易 染上明文理 最明显的 供高 自以为很了不起 别人都不如我 这供高 我慢 是烦恼 不是智慧 过来 真正修行的大德 都不能够避免 我上一次讲这个 八达人结经后面有个故事 我不提了 各位可以看看 我们同学们都知道 慈悲三昧水灿 你看看那里面讲的 五达故事 摄氏高僧 这相当不容易 摄氏 这在轮回里头 摄氏 他都没有迷惑 转世之后 他还能够出家 还能够休息 而且都有陈旧 没有迷失本性 谈何容易 到第十世的时候 做了皇帝的老师了 过世了 皇上送他一个 城乡宝座 他那个一念傲慢心起来了 觉得这个是非常光荣的 那哪一个出家人 也得不到 这一念傲慢心起来了 护法神离开了 护法神是非常公正的 他没有勤命好说的 你真有道恨 他就护持你 你稍稍有一点烦恼起现形 道恨失掉了 他就走了 护法神一走 他的冤亲债主 找到身上来了 所以这个冤家一劫不一劫 我们必须要了解 物达过世 这一段事情呢 是我们最好的一面镜子 这个冤家对头 跟了他十几世 因为他都有道行 都有护法神保护 没有办法贴近 这个机会来了 他这个傲慢心生起来了 自己觉得很荣耀了 护法神一离开 这个冤亲债主 找到身上 害了一个人面疮 几乎把命送掉了 你们看 慈悲三昧水灿的缘起 你就晓得 现在一般人 我们这个道恨比不上武达国斯 但是 供高国慢 造作罪业 给众生戒冤仇 超过武达国斯太多了 可是你想 武达国斯 害了人面疮 我没有害啊 那大概我比武达国斯要高多了 武达国斯不如我了 没错 武达国斯那是别业别报 我们现在造作一切罪业了 恐怕这几年呢 老天爷也要跟你算总账啊 你无量无边冤签债主 通通一时来了 看你有没有能力召架 在今天的社会 不是个别来算账了 十几年也到的时候 所有冤签债主一起来算总账 我们要了解这些四十真相啊 所以世间五欲六成 那是诱惑 那是魔 财色明实睡 没有一样 不是妖魔鬼怪 你只要染上他了 你绝对没有好日子过 菩萨 有界定慧 他可以利用了这些事法 来做佛事 就是利用这些英明来接引众生 来启发众生 来教化众生 来救众生 这是真确的 可以用它 不能够沾染 到什么时候 可以利用五欲六成 来鸿发立僧 自己确确实实 在五欲六成里面 断静 决定不会齐心动念 绝对不会齐贪嗔痴慢了 这个时候可以 在中国最著名的 济公活佛 济公活佛 确实有这个人呢 都不是假的 高僧传里面 有这个济公长老的传记 他的那个传记 还写得特别详细 有四卷 我们看许多高僧大的传记 短短的一篇 他有四卷 那种功夫行啊 我们没有那种功夫 没有那种德能 那你的小心谨慎 你要堕落了 没人救你啊 不识 最重要的是法不识 我们也有财不识 财不识是 那是做正商业 那个不是主要的 因为给一切众生 解除 没有财不识 我们世间人讲 人情啊 那人情没做到啊 所以财不识 不识目的是手段 是方式的 这个要知道 这个不能够缺少 那我们要不要去求财呢 你要有心去求财 用财务识 跟大家借约 你错了 你的心 生了妄念 古大德教导我们 多识不如少识 少识不如无识 你活比多识 所以佛教我们 随缘而不攀缘 随缘是什么 我们需要用财 他才来了 我们又去求他 他才送来了 这个要做 这个我们知道 众生对佛德献钱 佛菩萨把钱送来 我们就应当要去做 没有人送钱来 我们去化缘 去这里找那里 去找找钱 错了啊 那叫造业 那个对佛法的教诲 佛法教诲都是自信的信德 与信德完全相违背 我们到杭州 去参观 连迟大寺的道场 但现在这个道场呢 已经变成观光娱乐的场所了 殿堂都变成招待所了 我们看了很难过 在古书里的记载 连迟大寺 他那个大殿 叫神运殿 谁替他造的呢 鬼神替他造的 到你真正需要的时候 祝福菩萨 鬼神 感应 替你通通都干好了 用不着自己超一点心啊 这个事情可以做 这个事情应该要做 众神有感 佛菩萨有印 我们身为佛弟子 随顺佛陀教诲 一定要去做 如果语言不成熟 决定不能去做 为什么呢 对自己肯定有些有伤害 对自己有害 怎么能利益众生 所以古人讲 凡事之本 必先置身 这个是一定的道理 你看释迦牟尼佛 为我们实信 一定自己先修行正果 成刀了 然后才教化众生 教化众生还是随缘 这是佛门里面有一句话 佛不度无缘之人 缘不成熟 佛菩萨不会先前 缘成熟了 自然就来了 随缘而不叛缘 非常重要啊 我们要向佛菩萨 向祖师大德去学习 自己成就了 你才能够成就一切众生 自己做好了 一切众生自然顺利成长 所以缘不能没有 缘要大 缘要深 众生无边是缘度 从哪里度起呢 不是从众生 从自己 从自己度起 自己根根得度了 什么叫度度 烦恼断尽了 愚痴断尽了 卧夜断尽了 自己度了 然后才能感化一切众生 一切众生里头 跟你熟的众生 看到你这个样子 他立刻就觉悟 他就回头 善根 善根 没有成熟的人 给他种善根 善根成熟的人 自然就得度了 所以 一切伐了 一定要翻求 足迹 往外面求 错了 那是心外求法 一定要懂得 回头 向自己 心性里面去求 这叫做 内学 佛法是内学 然后你自自然然 对于 世出世界 一切 形象 离世 因果 你看得清楚 你能够了解 再也不会迷惑了 再也不会颠倒了 经上讲的 熟到亲本 繁星高远 是自自然然成就的 这些年来 我在讲习当中 常常讲的 心的纯净 行为纯善 像这个 佛在十三夜道经上说的 不容好粉不善夹杂 不容好粉不敬夹杂 我们就真正得到 佛法的受用 这个五十年前 方栋梅先生 把佛法介绍给我 他跟我说 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 我在这五十年当中 把他老人家这句话 证明了 但是最高的享受 自己清楚 外人不了解 外面一般人 看我们很可怜 看我们很苦 肉也不吃了 好的衣服也不穿了 他们看到我们很可怜 我们这个最高的享受 他哪里知道 佛菩萨知道 我们自己知道 有大部分的人知道 世俗人是决定不会知道 确确实实 最高的享受 心里面没有烦恼 没有忧虑 没有牵挂 没有得实 再提升一点的 给主说 没有生死 心 跟虚空伐界 合成一体 生 跟刹土众生 融合为一 这个就是 这个经历后面 有一句话说 成发生传 至涅槃岸 这个大路 世间人 他做梦 他也想不到 你给他讲 他也不会懂 入这个境界的人 才清楚 才明了 再看下面经文 经经行道 这个道 就是指前面所讲的八条 你看佛在此地 劝导我们 要做到 前面这个八条 你确实 你要觉悟 你要觉知 慈悲修慧 佛法是以慈悲为本 方便为门 你的慈悲心 要能够扩充到虚空伐界 对一切众生 行大慈悲 修真实智慧 称发生传 这个发生是发性生 发性生是我们自己的真身 这个身不生不灭 我们现在这个身不是真身 现在这个身是夜暴身 夜暴身是随夜侵流 我们把这个发性生忘掉了 现在随顺这个夜暴身 在六道轮回非常苦 佛教的我们 要恢复自己的发性身 恢复自己的真身 那你就证得 如同祝福如来 无上的大涅槃了 那么怎样恢复发生呢 只要精进行道慈悲修会就行了 这个四句是讲我们自己修行正果的功德力 这一段是讲菩萨自己成就的 你看自己的成就的标准 是要正得发生 是要正得涅槃 这个才是真正成就 成就之后 不是没事了 事情还很多 什么事情呢 再回到六道轮回 再回到九发街 当做那些没有觉悟的众生 用什么方法帮助呢 以前面霸条 霸条来帮助 前面霸条 就是整个佛法的总纲领 如果细说呢 那就是世尊四十九年所说的一切经教 这个霸条是一切经教的总纲领 我们要懂这个意思 以佛法了 开导一切众生 帮助一切众生 觉悟 觉悟第一个 要觉六道生死轮回之苦 生死轮回从哪里来的 是贪念五欲六成而来的 只要能把这个五欲六成放下 贪嗔痴慢放下 依旧能成就圣道 我们看最后一段 若佛弟子 宋慈霸四 于念念中 灭无量罪 静去菩提 俗等正觉 永断生死 常住快乐 这个段经文 千万不能够误会 要是一文结义 你就错了 若佛弟子 宋慈八四 于念念中 就能灭无量罪 好 我天天念念就好了 念念罪就灭掉了吗 灭不掉 第一句 将佛弟子 无论是在家出家 四众都包括这其中 宋慈八四 你要能够送这个经文 要能解其意 要能行其事 前面不是说的很清楚吗 你要精进行道 你要慈悲修会 你要正发身 你要入班列盘 不是讲得很清楚吗 那么这四句 都是总结前面八状四 前面的八状四 就能够帮助你 慈悲修会 帮助你正得清静发身 帮助你入如来的大班列盘 不是单单的 把这个经文念念就算了 那个没用处的 果然能够一教奉行 那地地缺缺 灭无量罪 何以能灭无量罪 这个本字后面 这是前一次讲的 我们举禅宗高丰庙禅寺一段公案 各位可以看看 罪灭了之后 你的道行才会有进步 进去菩提 进是紧进 进步去是去向 你走的是菩提大道 菩提是凡语 翻成中国是觉 就是这八条里面讲的 觉悟觉知 俗正正觉 这个正觉是国位 菩萨的国位 正正正确 无来的国位 无上正正正确 你能够快速的 消除业障 圆满菩提 正得无上点 佛果 永断生死 年中生死 永远断掉了 在前面跟诸位提到过 等觉菩萨 还有一瓶身相无名 未断 换一句话说 他还有一次 变异生死 到正得无上菩提了 这一分变异生死 永远断了 你才真正叫 了生死 长煮快乐 这个时候 事出事件 一切苦 你永远断尽 断尽一切苦 这个乐就现前的 这个乐不是苦乐的乐 这个乐 我们凡人凡夫 决定没有办法 想象得到 这个是 如来 古地上的境界 境界不相同 没有办法理解 等救菩萨 不知道佛的境界 圣地菩萨 不知道等救菩萨的境界 正如同我们现前 一样 你不知道我的境界 我不知道你的境界 同样的道理 在佛法里面讲的 高层次的人 知道低层次的境界 低层次的 决定不能理解 高层次的境界 所以 我们要认真 努力修学 提升自己的境界 这里头有大落 这我们常常讲 烦恼 天天轻 妄想 分别执着 忧虑牵挂 天天减少 智慧 天天增长 这里头有真落 这个里头是大落 那么要不认真 那么要不认真修学 这个落 你永远 得不到 不但得不到 你永远 没有办法 想象得到 如果你真干 你真 骑入境界了 你会生欢喜心 佛经里面讲 常生欢喜心 发喜充满了 这个欢喜 发喜 会提升你的境界 会帮助你 勇猛精进 你为什么能把世间 舍掉 为什么对佛法这样 就蒙进进 这个里头有个力量 在支持你 这个力量是发喜充满 八大人绝经 到这个地方 我们讲圆满了 希望 各位同学 珍惜 这一次 稀有的机遇 我们能够在 日本 京都 净土宗的 总本山 知恩院 在一起 学习 佛法理念 最重要的 刚领的 开始 经文 虽然不长 他的 毅力 境界 确实 是没有边际的 正如同 华言经上 所说的 佛所说的 一切法 都是从 真心 自信里面 流露出来的 自信 没有大小 没有情深 所以 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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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看 这个经上 哪一句 哪一个字 不是包括 一切法呢 一切 一切 在 一法里头 这个里头 说了八条 八法了 每一法 都包括 一切 法 一切 法 容纳在 一法里头 一法展开 就是一切 法 所以说 一切 十多 多切 十一 一多 不二 这个才是 真正的 从自信里面 流露出来的 真实法 谁的自信呢 是我们自己的自信 我们今天在 米 释迦牟尼佛 决了 释迦牟尼佛 自信流露出来的 大法 就是我们自己真心 本具的 佛法 众生跟福 是一 不是二 生福 不二 我们了解这个道理 珍惜这个机缘 认真 努力 学习 希望我们在这一生当中 同臣佛道 发菩提心 帮助一切 苦难众生 那么今天 讲到这里圆满 谢谢大家 感谢大家 感谢观看